大事不好 紫衣这局居然撞车了快手主播队 那既然三个队有权的挂机 我们双AWM挑战一波1v440杀 出赢就靠身上背的这两把AWM的要给点力 多人想冲你 追停脚不撑 后面快手哥被一枪崩掉了 刚刚紫衣这波反杀应该也仅仅是侥幸 我们不要粗心大意 卡式角再来一枪顺据 没多少血量呢还是先拉开距离吧 在现在的这个位置 刚才应该在秒我后面的队友 继续顺 给大家慢放一下 这枪直接秒杀战的滑场的快手哥 可谓是运气爆棚啊 运气中间也掺杂着一点小小的操作 血量不然很高了 这老弟就缩着不出来 还一枪打空我也挂了 刚开局就能一位四拿下十一连击 这局手感应该还算不错的 对面应该也没有败下阵来 我方由于是有挂机队友 现在比分并不能领先 不得不说这些队友还成了诱饵 这些对手都没看到我 准备来一波帅气的滑场杀 跳到空中一发锁定 加下子弹他队友挂掉之后应该还是不服的 还想冲脸再来一发 再来一发 空掉了刚刚 看对面有没有猛男敢冲我的脸 冲脸那就一发带走 左边是不是过来人了呀 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局我们的连击只要收干火热的话 就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拿个二十连击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大家拭目以待 慢慢往下看 不能老在一个地方一直卡着 要多换个位置 让对面捉摸不透 这样才可以继续的保持连击 刚老在一个地方 对面很容易绕过来 刚差点就被这个快手歌绕了呀 这把子一打完之后 一定要去他的平台查一查他的真实水平 十次连击了 注意 不下血量还能再秀 还有谁 谁还敢与我一战 有个人想绕后 还被我逮到了 这老弟还会飞檐走逼呀 席得一身轻功 再顺 谁敢冲连 我再顺 回头继续顺 来一个挂一个好吧 一波划斩成功操作失误 我怎么划掉下去了 还好没人打到我 再来一发 这波划斩机把手感划没了 打的太如迷 左边怎么过来个人啊 完了 这局也顶多直播在超神23连击 实在是可惜可惜打的差了一点 大家喜欢本期打局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一波 下期视频一定更加精彩 刚刚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容易被绕后的 我们躲在这块石头后面 对面如果再敢冲脸的话 也是要领教一下我们的夺命狙法 刚是空了两发子弹 手感不太好 架械子弹继续卡视角 什么对面居然还敢冲 一发带走 走走走 打完我们去查他一下 有两万的关注 但一看简介怎么不玩了 我们下期再见